大家好 我是灣區哲教教強 在我們節目開始之前 先為大家重點說一下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是灣區哲學 今天帶大家去到哪裡呢 我們來到中山 也是我們各府的故鄉 這個在港口的高速路口 是很接近的 帶給大家是什麼呢 大家看到了 是移逸富源 中山108 為什麼中山108呢 其實是一個標誌性 也是我們中山將來的一個地標 大家看到我們的樓房將要封頂 是89平方到127平方 130平方和144平方 有四個不同的面積單位 也是我們的住宅 現在我帶大家去看看區位情況 請到一個譚小姐跟我們介紹一下 很高興地請到譚小姐跟我們做一個講解 你好 大家好 現在麻煩譚小姐跟我們講講區位情況 或者是我們的品牌 因為現在你說外面有很多樓盤 讓客戶知道我們的品牌是什麼 我們先跟大家講講區位圖 因為它作為一個中山的地標項目 它有什麼個人之處 我們再逐步下來跟大家介紹其他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區位圖 中山的區位圖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紅色圈 這個就是中山一直在講的旗江新城 旗江新城 旗江新城是舊城區 旗江新城其實不是舊城區 是由石旗區、東區、火居開發區 以及港口鎮三區一鎮合成為一體 是的 那麼它的範圍都很大 很大的 它和原來的33平方公里 已經擴容到這個57平方公里 怪不得了 去到火居開發區已經 是的 非常之大 你看到這麼大的旗江新城裡面 有兩個核心地方 一個就是石旗總部經濟區 以及這個東區總部經濟區 OK 你其實聽到總部經濟區的話 我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是的 很厲害 總部 是的 你可以看到 現在石旗總部經濟區裡面 體育館、文化中心、副理中心的寫字樓 以及我們的農商銀行的總部 亦都會在這裡 石旗的總部都在這裡 是的 加上我們看到的 中山比較多的薩一級的學校 華僑中學、實驗小學 以及石旗第一小學等等 都會在這裡 學校資源 教育的資源 全部都集中在這個區域裡面 是的 是的 而且我們旁邊隔了這條喜灣道旁邊 就是我們的東區總部經濟區 其實我們中山108 都是位於這個東區總部經濟區裡面 而且地塊的話 是會分為北面地塊和南面地塊 整個中山108 就佔據了這個北面地塊 佔據了橋頭堡的位置 南面以後 這裡都是一個中軸線的公園 以及一個寫字樓 都是兩邊寫字樓的 是的 我又想問 多口問一問 翁日富原就是我們這個品牌 開發商 用中山108 是不是有什麼故事 中山108 其實講得 因為我們中山108 是第一個 以中山城市明明的一個項目 它就作為以後中山的地標項目 108的地標 即以後講中山108 所有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好厲害 好厲害 繼續 好 其實在這裡可以做總部經濟區的話 其實它有什麼價值點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是會依崗而建的 這條藍色這條 就是中山的武申河奇光河 以前舊時代去奇光河 看它星橋 還有船經過 就是這條橋 它在鹿城區的石旗 一直往這個東面流 會經過東區火局開發區 來到這個深中通獨 這個珠江口岸這個位置 我們是跟深圳去融匯的 深圳向西發展 我們中山向東發展 就是隔著這個珠江口岸 深中通道 深中通道 要開了 過來這邊很快 是呀 一個中通不用就過到來 其實現在沿著這個豪江西路 一路過去就是深中通路 是呀 第二個的話 其實剛才你說到的 就是這邊的一個道路的基建 是 東明路、喜灣道和長江北路 可以走通我們中山的五個街道辦 和18個鎮區全部連通了 而且的話 我們現在的長江北路、喜灣道 下來的改建 各個江隧道可以直接連接這個三角快線 意味著你往北面走 你可以去到廣州、南山、佛山 你往南面走、坦州快線 你可以去到珠海和澳門的 而全部都是走快速鋼道 就可以連接上了 那往東面的話 你剛才有說到 就是這條世紀大道 那往世紀大道這邊 就是連接這個深中通道的了 深中通道全程24公里 那再過到來 往世紀大道過來 奇江省城的位 大概都是30分鐘的車程就可以到達 非常之快 而且全程都是沒有 紅路燈的快速鋼道連接的 那真的快很多了 是啊 方便很多 而且旁邊的 深圳有保安機場 廣州有白雲機場 那去珠海有珠海機場 現在你講到我們這個道路 首先有一個 因為我們做的是港渠 所有的客戶都是香港那邊 OK 首先在香港過來我們這個中山08 有哪條路是怎樣的路線 比較最方便 香港是不是 香港的話 其實第一個就是港珠澳大橋 是不是 你走港珠澳大橋的話 從澳門那邊過來 中山就可以走坦州快線這邊過來 都是一個小時左右就可以到達 第二個的話 其實就是現在深圳 如果深圳的話 現時就是走虎門大橋 但是下來就是深中通道 深中通道什麼時候開呢 深中通道的話 其實預計在2023年的年底 到2024年 2023年 即明顯了 是啊 因為現在深中通道的橋 已經是兩橋合攏了 所以都會加快這個速度 加上的話 下來的地鐵 和公交車站 都會大量地在深圳和中山兩地 剛才你說的 剛才你說的 就是使用自己開車 那如果是公共的交通工具呢 公共 首先是一件事 香港人回到來 他未必各個有兩地牌 OK 他有很多時候 很依賴我們那個公共的交通工具 首先我們給一個 怎樣過來方便的交通工具 我們 陳先生很細心 其實剛才說到的開車開車 其實深中通道的話 現在是會和中山兩地的話 會大量輸送公交車站 公交車的 會增加班次 而且的話 其實我們深圳那邊的地鐵 也都會通過來中山這邊 時間會少些 那我們最快其實是會有這條 深茂鐵路 深茂鐵路 深茂鐵路全程390公里 它直接就是以後會通車之後 從中山北站 一直這樣連接深茂鐵路 第一站藍沙 第二站東莞 第三站就可以到深圳的深圳北站 你坐等於好像一個輕軌的高組 發出輕軌鐵路 你就可以四十分鐘 從深圳來到中山 來到中山是中山北站 中山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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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作為中山最大的一個站點 兩站點 就在這個旗桿新城交匯 兩個站點來到我們 中山北站的話 大概也是直徑三公里 十分鐘左右的車程就可以到達 即哪怕是中山北站 或者中山站 都是大概是 十分鐘左右 十分鐘的車程 是的十分鐘的車程 好快 中山站和中山北站 是不是都是高鐵來的 中山站是中山最大的高鐵站點 可以連接全國五十幾個城市 都可以 高鐵站點 那其實它在深圳過來 在中山站落後 還是中山北站落後 中山北站 它直接是連接深茂鐵路的 因為現在它作為高鐵站 以後主要的深茂鐵路 都是先連接中山北站 中山北站 如果以後站次的話 可能就是中山北站 會比較多班次 是 即是我們首先 除了有一條線路 也都要跟我們的客戶 講一講有很多班次 不需要等很長時間 對 手機預訂好 就可以直接來到中山北站 然後接駁我們的公交線路 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示範單位 現在我們看到的 這個就是我們89方的示範單位 進來的89方做四房 首先第一個房間 就是這個極構連板的這個位置 它整個空間大概有七平方左右 所有完全不計產權名職 供給業主享用 在旁邊這裡就是這個廚房 廚房裡面是一個雙排造的設計 而且我們的交付標準 現在的廚櫃、爐頭、七油煙機、消毒碗櫃 這些交付標準 而且89方也會帶一個生活陽台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我們一個餐廳 和這個三米五開間的客廳 現在看到這個示範單位的長身 就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我們的護牆板 這個護牆板是防潮、防媒 而且可以直接用清水清潔 還有這個地磚六十乘一米二的 這個非常漂亮的公字貼地磚 電視牆、天花 其實還有要重點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雙層中空隔音玻璃的門窗 其實可以感受一下我們這個門窗 是非常厚重 全部都是進口材料的一個配置 陽台過來的話 陽台的空間也會非常之舒服 不會太細 這個我們的護欄也是鋁合金的一個護欄 是不會生售的 而且這個護欄非常之大一個賣點 就是它的護戶都是向南的一個單位 這邊 我們再過來看看我們的房間 進入門口的時候介紹了一個結構連板的房間之外 我們這裡另外還有三個房間的空間 一個公衛乾濕分區的配套 你現在看到的這些都是交付標準 公衛旁邊的這間房間是其中一間房間 大概有九平方左右 它是佈建為一個陽台房 意思是它這間房間的面積是計一半送一半的 有一半是不計產權面積 另外這個就是次和室 主人房我們可以看看 主人房的話會有帶獨立的衣帽 衣帽間還有一個洗澡間的配套 這個房間的空間也是非常之寬落的 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兩間房都是沒有飄窗 這間主人房是有飄窗的 我們後期所有的89房單位的飄窗 都可以打了它 後期業主可以自己的自人去打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大一點的單位 是130方的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可以看到是非常之特別的 它會有一個樓上 我們首先看看一個大門口 只沒有的雙開門 而且這個房間的空間 都會有一個結構連板 大概是有18個方的一個空間 會供給業主享用 是不計產權面積的 這個單位的話 它是一個藍不對樓的單位 我們這個單位有一個非常大的賣點 就是它的盡心是非常之深的 正常一間房子 它是130方的可能是3米8 但這裡的盡心是5米5 開間是4米 這邊就是一個北面的餐廳 南北對樓 這邊就是廚房 我們再過來看看我們的禍室 我們第一個公圍的空間 客房 客房旁邊的這間小房的話 它都是部件陽台的 只計你一半產權面積 對面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主鍋 大套間的一個主鍋 南香 而且這個圓是整面牆 都是一個飄窗 視野和採光性都會非常之好 我們再看看它的賣點 這間房子是有一個樓上的空間 我們現在來到第三個示範單位 就是我們127方的平層單位 我們這個127方的話 都可以享受到一個5房的配套 左手邊第一間的 都是不計產權面積的結構連板 對面就是一間陽台房 佈建為陽台的陽台房 計一半面積 但是你可以做書房 房間或者瑜伽室都可以 可以看看我們的客廳 橫廳的一個設計 而且也是6米8的大陽台 是不是非常豪氣 對面這裡會有一個廚房 廚房外面也會有生活陽台 現在設計為書房的這個空間 就是我們第三個房間 往前過來 這裡是單位的公共衛生間 進心有3米7 旁邊也會有一間客房 它這間房間的特別 每間房間都不會連在一起 所以私密就會非常好 整個主人房的空間 可以達到22平方 現在來到第四個單位 就是我們現在超級的一個超級戶型 144平方 這個144平方 都是五房三位雙套間 現在這個空間的話 都是不計你錢的 空間大概是22平方左右 是不是很著數呢 過來我們看看 這個客廳非常之舒服 4米5的空間 5米5的盡心 而且在餐廳這邊 都可以放一個大圓桌的空間 餐廳 我們過來看到 這個也是會有一個 樓上的咬合式戶型 樓上那一層是不計產權面積的 樓下我們也有四個房 是五房三位雙套間的一個配套 第一間房做了一個書房 這裡是一個生活陽台 一個陽台佈建的房間 再這個就是主人房 大衣帽間配套 另一個就是香港可以做直態 香港可以做直態 是 細節的東西我們現在講不到這麼多 是 我們就是 作為我們的客戶 有什麼想問 有什麼想諮詢 我們可以 線下我們跟他 溝通 溝通 再分享一下我們的 所謂政策 是 我們怎樣的策略 去買好樓最為合算 當然也是 跟我們一個活動是有關係的 一次性的扶房 優惠力度更加大 是 是 還有什麼可以跟我們說 其實我們都會針對 八十九的這個單位 因為投資剛需的都比較多 是 我們都會有一個叫做 兩年免息分期 兩年的免息分期 是 兩年免息分期是屬於一次性的 是 我們開發商是會借一成給你 是 借一成給你 借一成給你的話 你就兩年 每一個季度分三個月這樣還 給開發商就可以了 而且不收息 是免息 是免息的 這個 就是有時候我們的資金 調動得不太方便的話 這個東西最好 是 可以這樣操作 但是就是下名額的 是 會有下名額的指標 是 先到才行 早到就早有 是啊 那搶完就沒有了 這個下名額的 大家都聽到了 下名額的 如果你搶到的 就可以把另外的資金 調到股市那裡 賺回下一筆交付的錢 好聰明啊 陳先生你 好聰明啊 剛才跟你學的 謝謝 這期節目我們都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灣區置業 下期我們再見 OK 聯絡我們的二線電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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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